歡迎收看I'm青年職學平台 迷路取經 我是節目主持人Racy 我想問兩位同學 你們學科中還有幫助的課程是甚麼課 我在二年級的時候 讀過一些關於輔導技巧 即是說一些micro skills 即是跟你說很簡單 例如怎樣回應別人的情緒 或者是你可以給一些甚麼方法去回答那個用戶 我覺得這些就是對於我自己做個案工作 或者其實跟他們建立關係 很多時候都可以用到這些知識 這個就是可以不斷地運用 運用的時候又會更加了解那件事做了些甚麼 特別是這一科當中有很多roll play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了解到 我在心理學那邊我覺得最有用的是研究方法 即是包括我們要怎樣計算 即是統計學那邊的東西 以及我們要怎樣設計一個研究 因為這件事其實放著很多不同類型的行業 都很需要現在要懂得統計學的東西 以及要懂得怎樣做一個研究 在輔導學那邊就是好像剛剛Diffen說的 一些micro skills 其實最重要是要學習怎樣去聽人說話 因為聽人說話原來是一件很難的事 當你真的要去服務其他人的時候 所以就一直在學輔導學的時候 其實就幫到我很多去學會怎樣跟人溝通 好 好了 那我們第二題就是想先問一下Toto先的 想問一下你覺得心理學和輔導學將來的出路會怎樣呢 其實就對心理學和輔導學單單讀一個學士學位是不足夠的 那麼在輔導學系那邊其實就要看本身自己的意見 因為如果想做一個輔導員的話 也都要做一個寫試的過程才可以的 那你認為在疫情底下作為一個心理輔導員會有什麼機遇呢 機遇就一定是因為多了很多需求 即我會說今年我自己的體驗就是越來越多人 開始重視心理健康這件事 你都會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平台 或者機構都做了很多關於推掘心理健康的事 那這件事其實對於一個真的做輔導員的人來說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來的 因為本身可能香港的市民大眾都只懂得社工和心理醫生 但其實我們沒有心理醫生都是心理學家的 那大家知道了多些關於這個學會的事 就更加知道自己需要找某些類型的專業幫手 除了我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我有很多心理學的同學都會選擇去商界 或者教育行業那邊發展 所以其實可以說是看個人興趣和看者的立刻 那之後我們就會問一下這份 即社會工作這一科多數的出路 是不是都會做一個註冊社工的呢 主要來說其實最大陸的出路 都是會做一個註冊社工的 但是可能都因為他們多接觸人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有不同的選擇 但可能有時候他們會做市場 或者其他工作都會有的 也不是說一定要走註冊社工這條路 然後你還問一下Tiffany 那你認為在疫情底下 社工會接觸受作者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挑戰呢 我覺得可能是最大的實務工作來講就是 前線服務一定會受到影響 就是無論是你做中心也好 或者你做住校也好 因為現在無論是情況 或者疫情都有限聚令 或者社交距離收窄了的時候 都不會搞那麼多面對面的活動 可能都要轉Zoom 或者其他方式的時候 你自己主動來求助的用途都會少了 所以這個也是覺得在疫情之下 最大的挑戰就是沒有辦法提供一個 很直接或者更加豐富的前市局務 你們覺得有些什麼性格特質 是適合到你們遇上這一個行方 或者我也說一下先 因為很多人可能聽到社工這一個行業 就會覺得一定是有一些很活躍 或者很歡樂的很正面的人 才可以做到社工這一個 因為你要接收別人的情緒 你沒有理由很負面 或者你很靜的 或者你都帶動不了氣氛 但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你不同的性格 就有不同風格的社工 可以說你靜一點的 可能都會有些需要別人聆聽他的 他會覺得很喜歡你這一系統的社工 你個人比較樂觀的 活潑的 可能是靠你去帶動組裡面的氣氛 或者跟用途建立關係 所以其實就沒有什麼性格 先最適合做社工 主要都是你有那個心就可以了 心理學來說 因為其實本科的心理學 所讀的東西是非常廣泛的 所以其實可能本身 興趣是什麼都不太重要 可能如果有人想想 投身商界但讀心理學的話 其實可能他會向市場 或者人權資源發展 反而心理學無論向哪個範疇發展 都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好奇心 還有要捱得心 相信各位學生 各位觀眾 各位家長 歡迎我們今集為盧取敬 會對心理學 輔導學 和社會工作學 有更深的了解 多謝收看 拜拜